淡水国小美术班已经成立24年 这一届的毕业展在新北市立图书馆淡水分馆的艺文中心举行 美术班的老师说这次的理念是以感谢大地之母 也就是我们居住的地球为出发点 作品中带入了许多自然元素 淡水国小美术班在每年的六年级毕业前都会举办一场毕业成果展 而今年在3月16号开始到4月13号 在淡水艺文中心地下室举办一场主题为大地之母的毕业作品成果展 现场展出淡水国小美术班过去所创作 共有270件的作品 当中不只是有画作还有许多立体素材 在学生的创作之下完成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品相当特别 就是各种多媒材的运用 跟各种颜料的发挥和形体的创作 各种天然结合各种形体的结合 是我的钉子画 因为它虽然非常耗时而且非常费力 但是做起来非常有成就感 我们的油画是参考大自然的图片 加上自己的想象力 把它画在一个同一个空间里面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不可思议的画面 还有现实中不会发现的场景 有画花朵蝴蝶然后跟一个舞者 一直跳跃的鱼 然后你画完之后 然后就上幼药 然后上完幼药之后就开始 就开始烧 然后烧完之后就会变成像这样的作品 淡水国小美术班成立到现在已经24年 本届的21届的毕业展在新北市立图书馆 淡水分馆的艺文中心举行 而美术班老师说这一次的理念 以感谢大地之母也就是我们居住的地球 为出发点作品中带入许多的自然元素来创作 但是我个人认为艺术是起之于自然 当我们接近大自然的时候就容易发现它的美 所以在这个展览当中 我们使用了很多大自然的素材 比如说学校砍下的枯树 我们把它变成树段 变成作品的底座 然后至于树枝的部分 我们就架构成灯具 然后我们还从家里带来一些家里废弃的 比如锅盖或瓶罐 瓶盖然后刀叉等等 都可以用在我们的立体创作 美术班老师表示 艺术起源于对大自然的模仿 仔细观察自然中的细节 都可以发现其中的美 让学生学习到艺术应该随手可及 只要用艺术的眼光 随处揭示创作的好素材 而在这当中有修剪过后的树枝 还有种子夹 干燥花等等 来创作各种造型的灯具 平面的绘画创作方面 表现出孩子内心世界 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希望用取之于大地 用之于大地的概念 表现出多样包容与协调 记者许端一带出资访报道